歡迎各位益友全面轉場 11月25日星期四的第二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香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單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單消息 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在2012年的時候啟用 原來從2012年到2016年為止 香港大學就為這家深圳醫院 電支了6億元的費用 到底這筆舊債最終會不會演變成爛帳呢? 原來從2017年開始 港大深圳醫院只是償還不足兩千萬元 即是說還有五億八千萬元是遙遙無期 不知道拖到何時 第二單消息 港大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 近日獲得醫院方面的續約 但是竟然間只續了短約1.5個月 直至今年年底為止 極具羞辱意味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到底港大為深圳醫院所電支的6億元 還款的情況究竟是怎樣的呢? 原來香港大學醫學院的教授 去到這家廣深醫院那樹工作的時候 那些教授的薪金 先由香港大學暫時所電支 廣深醫院 其後再行歸還 從2012年到2016年期間 香港大學合共電支了6億元 但是港深醫院方面 一直都未有還款 直到2018年的時候 港深醫院就開始來找數了 當年先是償還了 2017年所電支的1億多元教授薪金 那筆就是屬於新債 其後每年都有向港大歸還教授薪金 變相他們自行來承擔了港大教授的工資 從2018年開始 就不需要再由港大來封水給錢 不過 從2012年到2016年所欠下的6億元舊債 就一直都未能夠清還 據了解 從2017年到現在 港深醫院只償還了大約1千萬到2千萬元 有消息說 確實的數字大約是1千7百萬元 即是說還有5億8千多萬 到現在都不知是何時才還 還在拖數 好了 根據港大校務委員會本科生代表王政軒所說 他就說這個還款進度絕對不理想 而且他還說不款行是公帑來的 應該是用於改善學生的學習體驗和校園生活 而且港深醫院早年收之不平衡 更加有個說法指出 說香港大學曾經打算要求 深圳醫院提供延價勞工 曾經打算要求到最後都沒有實踐 算是好事 這位王政軒代表說到 說院方應該要嚴格執行還款計劃 要求深圳醫院方面盡快還清款項 他還說 現時港大和深圳市政府 仍未能夠就醫院合作簽訂到新的一份合作協議 前景就著實令人擔心 最終究竟會不會這六億元的舊債演變成爛帳 都是使人擔憂的 我認為既然這筆錢 即是六億元的舊債是屬於公帑的話 其實特區政府就有必要來介入 無論是進行協調也好 或者是進行溝通也好 就沒有理由任由這個 港大和深圳醫院去拖掃 也沒有理由任由這個港大 還沒有牙老虎去收掃 如果他是收得到 就不需要從2017年到現在 只還那兩千萬元 是說不通的 五年才還二千萬 何年何月才還那五億八千萬元 豈不是要還百年才還元 這些是完全離譜的事情 林鄭月娥既然她這麼喜歡上去深圳見那些京官 或者是當著韓正副總理面前 督別人那些地方官員的背脊 又要求別人加強通關 證明得到她和上邊是一個溝通的渠道 這樣最好就是由林鄭親自出馬 要求上邊向港大深圳醫院施押 叫他們盡快還錢 這樣是最好的 好過是由港大自己去追 現在連和港大深圳醫院 究竟進一步怎樣去合作 或者還會不會繼續合作 都還是未知之數 當然合不合作 這就是由港大和深圳醫院方面自己去談 但是那筆數 借了就是借了 是電資了 你要求他還錢 就天經地義 林鄭何時出馬 經常說全面管治權 沒理由連這六億元的舊債都追不回 那你怎樣要求市民對於在大灣區 這個工作 或者是投資 能夠產生得到信心 對不對 最好由林鄭自己出馬 來追回這一筆數 不要只顧著通關 安心出行 這些都是議題 現在說六億元 不惹少 你派給市民也好 六億元 有什麼可能去電資了 不知道去哪裡 現在很有問題的 而且港大現在和深圳醫院方面 還在談究竟未來的合作模式 究竟是怎樣 萬一談不來的時候 隨時這一筆舊債就會冷過水 所以最好特區政府自己出馬 不要叫港大去追訴 另一個問題就是 為何舊債未清的時候 又會提供一筆新債給他們 這個也是很有問題的 當初港大是怎樣做這個決定的 港大當時就是新債 當然現在深圳醫院方面就還清了 但是舊債未還清 當時為何你不要求他還錦部分的舊債 你才再借給他 或者才幫他再電資 當初做這個決定的時候也是有問題的 你不能夠假設一個債仔 他一定會還款 是不是先 究竟那幫管理層 有沒有做好把關的工作 喂 現在那些錢是公帑來的 你就豈不是在那裡 來罕紧納稅人之概 如果那筆錢 是你自己的何包銀出來的 那個債仔已經是電資了六億 你還會不會給他錢 請問是 你將心比己有些東西 有些同理心才行 沒有的 個個都好像說 不關他事 這樣 要問責 這件事我認為是要 沒有理由 當他不明不白 就當他爛賬 沒有搞錯 五億多元 是離了大譜 好了 有知情人士就說 港深醫院的合作協議在今年期滿了 如果港大和深圳醫院方面 簽訂新合約的話 就可以在合約裡面定名 港大教授的薪金 是不是由深圳市政府來補貼 就要減輕醫院的壓力 而六億元的舊債 也有望由深圳市政府來承擔 不過 現時雙方仍然在商討新合約 還未達成協議 債務問題就屬於未知之數 我相信到現在都談不完的時候 究竟是不是這筆舊債卡住了呢 可能有機會 可能上面覺得 再跟你合作下去 他要還這五億八千萬元的時候 會不會他寧願不跟你合作就算數呢 是不是會令人有這樣的猜疑 好了 港大深圳醫院在2018年的時候 才由虧損轉為收支平衡 港大深圳醫院院長勞崇某 曾經說過 六億元的舊債 可望在十年之內還清 他又解釋 如果醫院是想匯款出境去到香港大學的話 內地就需要收取百分之二十的稅款 經過了多次的磋商以後 稅率就降到大約百分之六 換言之要償還六億元的話 就要額外給多三千六百萬元的稅款 而那筆稅項就要由醫院支付 我認為這些全部都是借口 你首先要讓別人看到 你有一個還款的積極性 有一個主動性 你都沒有的 你不可以拿這些什麼稅款 百分之六來講 這些是多餘的 戰資已經不用付利息了 何況那些稅款是交給深圳市政府 不是交給港大的 不是港大收你利息 是不是 如果你是有心還的 說是百分之六 還是百分之十六 還是多少 你都會照還的 你一定會盡力還的 不會說二零七年還到現在 還得到兩千萬 這些根本上是 你讓別人看到 你就是不積極 就是好像在那裡拖數 是不是想賴帳還是怎樣 這個勞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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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這樣說 都是我認為有些問題的 好了 另一單消息就是 原來香港大學和深圳市政府 合辦的香港大學深圳醫院 為期十年的合約 在今年七月就已經戒滿了 港大和深圳市政府 就只是延長了五個月的合約 到今年年底 現在還在初商新的協議 而港大深圳醫院院長 勞寵物的合約 就在本月中戒滿 戒滿之後 就續了一個短約 是1.5個月 又是去到今年的年底 這個當然就是 相當之具有侮辱性 你堂堂作為一個醫院的院長 竟然間合約 只是延長一個半月 他當你是臭死 為什麼呢?當然 你有一個很合理的原因 看似是 因為雙方合辦的醫院的合約 都是去年底 所以院長的合約 就是去年底 問題就是 那個深圳醫院 那個合辦的合約 去到七月已經戒滿 但是勞寵物的合約 是去到今個月中才戒滿 就是說本身兩個合約 都不是同期接觸的 但是現在就變成了同期接觸 老實說 就算港大和深圳市政府 最後談不完 大家不再合作的時候 這一家深圳醫院都可以繼續聘請你勞寵物 作為院長 是不是呢? 如果他認為你是有價值的 他認為你是這麼厲害的 不請你不行的 他可以按照續約續十年 二十年都可以 是不是呢? 怎麼會逐個半月呢? 是不是說到時 萬一有些什麼 談不完的時候 就會趕你扯 給人的感覺就是這樣 不然他怎麼會只逐個半月呢? 堂堂專業人士 是不是? 勞寵某醫生 名醫 據說是 你只逐個半月 還衰過那些普通的臨時工 是不是呢? 據消息所說 就說在港大和深圳市政府 協商圓滿結束之後 勞寵某那個合約 才能夠正式獲得延續 有知情人士就承認 應該一早就訂立新的合約 他就解釋因為疫情阻礙了雙方的會議 再加上深圳的一方 項目負責人多次變動 導致商討是被延後的 我認為這些也是借口 疫情阻礙雙方的會議 疫情也阻礙不了拜集會 可以用視像會議 現在有這麼多科技 非洲的國家都可以上到世衛大會 台灣參加不了 是不是? 上到網就已經可以談了 你現在說談不到 我就認為這些原因就是找來講 另外就是要協商圓滿結束之後 勞寵某的合約才能夠獲得正式延續 那是不是意味著 萬一協商出現了什麼差池的時候 勞寵某的合約就是不能夠獲得延續呢? 還是好像現在這樣逐個半月的情況 情何以堪堂堂一個勞寵某醫生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